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97集 你 你你 这白小春想了想 猛然间反应过来 顿时大怒 觉得这小乌龟实在是太损了 每句话都在骂人 尤其是后面这句 居然说有洁癖 那意思分明在羞辱自己 白小春眼睛怒火燃烧 刚要开口 那小乌龟突然叹了口气 同情的看了白小春一眼 摇头开口 有种人啊 必须要有人指着他鼻子骂 他才知道你骂的是他 稍微转一下弯 他就要想半天才能搞明白 原来自己被骂了 这白小春一听这话 整个人都要炸了 大吼了一声 全身气势 轰然崛起 怒喝起来 牙尖嘴里 狂妄自大 你个乌龟王八蛋 你你你 白小春怒声开口 一顿咒骂时 那小乌龟目中同情之忙 更多了 忽然再次叹了口气 神色变成了风轻云淡 轻飘飘的开口 再次说了一句 你的自我介绍 说完了 一句话 如泰山压顶 如晴天霹雳 让白小春身体一抖 仿佛心神被击溃 直接崩塌 他肚子里 还没说出的那些话语 此刻全部粉碎了 他忽然明白 在骂人日上 自己与这个该死的 小乌龟之间的差距 如同天地 仿佛是凡人与修士 境界都不一样 不但是白小春有这个感觉 此刻四周所有两宗修士 全部都倒吸口气 他们从没见过嘴这么贱的 徐小山眼睛都大了 看向小乌龟时 如看神人 北韩列也是如此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白小春如此难堪的模样 而贾力更是心中狂喜 神算子表面吃惊 心中也都振奋 可无论如何 对于这个小乌龟啊 众人已打定主意 绝不与其交谈 白小春深吸口气 忽然右手抬起 一股血气 瞬间爆发 轰鸣中 直奔 小乌龟 可就在这血气临近的瞬间 小乌龟的身躯猛的一缩 全部回到了龟壳内 轰的一声 这血气落在了龟壳上 消散时 这龟壳 没有丝毫碎裂的征兆 完好如初 只是 有小乌龟 闷闷的声音 从那龟壳内 回荡出来 气火望尚 内则虚空 若不发泄 必定焚身而亡 白蛋的 听龟爷一句 去塑造一面水晶墙吧 你这样 对身体不好 这白小春疑了 这一次 他是真没听懂什么意思 可不用想就知道 一定不是什么好话 更是在白小春心中 对于自己 居然听不懂 对方骂人的话语 有种要抓狂的感觉 脑海里浮现出的 是方才小乌龟说的 必须要 指着鼻子骂明白 之类的言辞 我 我要练了你 白小春怒火重烧 右手抬起时 立刻一个丹炉出现 一把将这小乌龟 扔进了丹炉内 眼睛都红了 取出地火时 在这大剑上 就开始如炼药一样的 去炼乌龟 四周众人一个个都神色古怪 看着此刻白小春疯狂的样子 不敢招惹 纷纷赶紧后退 避开足有百丈 这才略微放心 一连数日 白小春怒吼 时而传出 劈头散发 整个人已完全的暴走 可却发现 无论怎么炼 都无法将这小乌龟炼化 而且不时的 还从丹炉里传出小乌龟 那让人恨不能宰了他的话语 你这是在炼丹呢 就这点火候 你还妄想炼你龟也 小蛋蛋 回去 再修行一万年吧 哟哟哟 不错不错啊 知道龟也饿了 居然还扔灵草进来 加油啊 小蛋蛋 我看好你哦 加把火啊 没吃饭啊 快点快点 归夜都冷了 我要火 要火 白小春是彻底抓狂了 这几天 他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有心把这该死的小乌龟扔了 可一想 毕竟是个宝贝 是自己千辛万苦获得的 舍不得 可又琢磨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 正发愁时 又过去了两天 忽然发现 丹炉内小乌龟的声音消失了 啊 白小春一愣 四周众人也都诧异 这些日子 他们也都习惯了小乌龟的声音 突然发现没音了 还有些不适应 白小春狐疑 又过去了一天后 还是没有听到小乌龟的声音 他这才好奇的将丹炉的地火压下 打开丹炉一看 里面居然空空的 也不算是全部都空空的 还有一些排泄物 至于小乌龟 早就没影了 显然不知用了什么方法 就连白小春都无法发泄 已经逃之夭夭 白小春面色难看 尤其是看着那些排泄物 他忽然有种强烈的冲动 真的想把那小乌龟一巴掌 给拍在墙上 怎么扣都扣不下来 逃了也好 就当是我从来没捡过 白小春一咬牙 心情更是复杂 收起当炉后 盘西坐在大剑上 四周众人 这才敢靠近一些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时间流逝 很快又过去了五天 白小春终于从小乌龟的阴影里 走了出来 不再去想对方逃走的事 虽然还是觉得可惜 但一想到对方那让人抓狂的话语 白小春觉得 对自己来说 这也是一件好事 她的心情慢慢恢复 再次意气风发 带着众人在这战场 浅显呼啸时 突然的 这一天晌午 远处的天边 有一片金色的光芒 骤然的爆发 随着金色光芒的爆发 一股通天河水的气息 居然也在那金色中 蕴翰 向着天地扩散 使得整个大地昏明 天空都扭曲颤抖 仿佛有一股大力冲击 甚至将战场上 苍穹中的血雾都驱散了不少 哪怕是灵系宗的白色太阳 也都扭曲了 里面的黑色乌鸦 更是颤抖起来 还有血系宗的抵御 那个诡异森然的稻草人 此刻一样也在颤抖 旋系宗所在的雄城 同样的如此 还有三宗的老祖们 在这一刻 只要是在天宫中内 都不约儿童的内心狂跳 白小纯靠近这片金色的光芒 此刻感受更为强烈 尤其是他修炼了紫棋通天诀 以融合通天河水为基础 这种功法 使得他对通天河的感受 更为的敏锐 那是 白小纯倒吸口气 他四周众人 更是面色全部大变 身体都在颤抖 更是在这个时候 包括白小纯在内的此地众人 一眼就看到了 在那金色的 不断翻滚蔓延的光芒内 有一道长红 正在急速逃顿 看其方向 居然是向着白小纯这儿飞来 那长红内的身影看不清晰 可圣衣 却在这一刻 回荡四方 开死的 你这区区小毛兽 你龟爷上次打盹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蛋 上上次打盹的时候 你爹也是个蛋 这声音 传入白小纯众人耳中时 所有人都心神震动 白小纯更是脑海 嗡的一声 认出了 这正是那该死的小龟的声音 而此刻 他也看到了 那金色的光芒内 赫然存在了一条 巨大无比的 惊天巨恶 这巨恶的身躯 足有万丈 全身金光映天 气势之强 无法形容 此刻传出怒吼 超越天雷 震得白小纯等人心神晃动 尤其是其气势狂暴 似猙獰无比 隐隐的还可以看到 双眼内有血丝 白小纯倒吸了口气 头皮要炸开了 他认得这鳄鱼 当年 他还是宁气时 曾远远的看到对方的身影 知道这鳄鱼 是生存在通天河内的 恐怖存在 可还没等白小纯反应过来 小乌龟化作的长虹 速度猛的爆发 刹那临机 直接化作一个龟壳 砰的一声 自行钻入到白小纯的厨袋内 消失不见 啊 这白小纯傻眼了 抬头时 看到远处那只鳄鱼 此刻 正死死的盯着自己 那目光 仿佛恍然大悟 认出了 原来他白小纯 就是这只该死的小龟的主人 顿时一声惊天动地 让苍穹色壁 风暴喊天的咆哮 从这恶语口中怒吼而出 几恶前辈 不是我 我 我不是他主人 真的不是 白小纯立刻尖叫 想要将小龟给扔出去 可却在厨袋内 没看到对方的踪影 此刻来不及多想 一眼看那恐怖的鳄鱼就要临近 白小纯头皮发麻 展开全部速度 背后翅膀猛的一扇 瞬间向着远处急迟逃走 杀千刀的小乌龟 我 我 我恨你 白小纯都快哭了 发出凄厉的残叫 至于 四周那数百修士 此刻早就是一哄而散 一个个心惊胆颤 看向白小纯的背影时 都露出了同情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